其实很简单 出门化妆都很 也不会待我们几分钟 对吧 要带口罩 我觉得这个也不是很难 第三就是 你如果真的不想 就跟男生说 挤他在手机上 然后就给这个男生看 你就看一下吧 你觉得合适 我们就聊 你觉得不合适 要浪费你时间 大家好 我是澳洲小王仔 如果你在澳大利亚 参加百人相亲 要注意什么呢 来我们分男生片和女生片 今天我就先来讲一下女生片 因为两个礼拜前 我去了一次百人相亲 去的原因不是因为我要去相亲 是因为我公司福利 我给我的两个老师买票了 就有一个老师放鸽子 我带他去了 不然那个老师估计也不会去了 那么如果在百人相亲 女生要注意什么呢 第一点 就是求你化妆 化妆 化妆 就是你知道我去百人相亲 我最惊讶就是 有些女生居然不化妆的 天哪 你当然来菜市场买菜呢 求你一定要化妆 不需要浓眉艳妆 简单的淡妆 这是对人一个基本的尊重 涂一下口红 我居然去百人相亲 有人不化妆的 我真的是震惊了 第二点 求你不要戴口罩好不好 这个已经过去了多久了 还居然有个女生戴口罩 我直接就跟那个女生说 我要上厕所 太尴尬了 我去了十分钟 我真的是无语了 他居然戴个大口罩 他是来当间谍的呀 第三 求求你不要这样 我像欠你两百万样的 如果你觉得不想聊 你就说不想聊 感觉我欠他钱似的 所以 这是我觉得三点 女生不要做的 那女生需要做什么 其实很简单 出门化妆 就很 也不会耽误你几分钟 对吧 第二 不要戴口罩 我觉得这个也不是很难的 第三就是 你如果真的不想 就跟男生说 写在他手机上 然后就给这个男生看 所以你就看一下吧 你觉得合适 我们就去聊 你觉得不合适 不浪费你时间 我觉得这 这挺好 不要一过去一个脸 就这样臭着 感觉很奇怪 你知道吧 好吧 下期视频 别忘了点赞 影片关注一下 拜拜